大家好 我是阿里克上万年 2021年的9月22号 一名新墨西哥州的女州警 在高速公路上面 发现了一辆挂着宾夕法尼亚州车牌的一个 2000年款的本田CRV车 抛锚停在路边 最开始警察跟这个驾驶员 只是简单的接触了一下 了解了一下情况之后就走了 那不过很快她就接到了警务中心的通知 说是三天之前在纽约的法拉盛 发生了一起命案 29岁的贾斯丁林被发现头部重担 被枪杀于一个女生邓海燕家中 而女主人邓海燕却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起消失的还包括了贾斯丁这辆白色的奥迪A4车 所以NYP里怀疑邓海燕有重大的嫌疑 警察后期的调查显示 邓海燕有找到一个宾州的朋友去换车 而贾斯丁的那辆白色A4车 现在停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商场里面 所以他现在开的肯定是一个宾州牌照的车 并且从宾夕法尼亚州开到新墨西哥州这里 需要大概28个小时 再加上吃饭休息什么 差不多就是两天的时间 所以州警通知下属的所有警员 此案的嫌疑人 有可能正在新墨西哥州的高速公路上面 驾驶着一辆宾夕法尼亚州车牌的车 这个女警的得到通知之后 马上就想到了这辆泡沫的车 于是马上折返回来 我们一起看看 一开始还可以 警察说要帮他看看 大家注意他的语气一下就变了 以下变得非常的沉闷 跟之前的那种one hour对比非常的明显 他不想让警察帮他 这个说奇怪也是有点奇怪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自己一个人在高速公路边上 前不招村后不招地 华人女生普遍的危险意识和防备意识都是非常强的 在这个状态下 应该是会很为自己的安全去担心的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警察愿意帮忙的话 她肯定是开心的 但是你说不奇怪也不奇怪 因为普遍来说 华人又不愿意去麻烦警察 尤其是像他这样子英文不是很好的人 我们接着看 是他来自阿旧的阿旭 是他帮你担心的 是他帮你一只拉? 你能帮我帮你开心的 对你帮我帮你 돼? 我帮你帮我帮你 帮我帮你帮你 帮他帮你帮你 你帮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帮我帮你了? ip your car go oh okay you can me? I don't know yet Let me see Let me see what Let me see what your car looks like See it maybe I have a tire I can help you with it you can help me? yeah let's see are you still coming? I see Oh you did a good job What happened? Stand over here out of the street 在警察自己偷偷地跟总台去查他的车牌的时候 他虽然听不懂警察的电台代码 但是当警察念出来他车牌的时候 他明显是听懂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看向自己的车牌 随后他眨眼的频率是有显著升高的 然后他又看向高速公路 他刚才有提到他在等人 这个时候看向高速公路应该是一个希望的象征 人老是想什么就会往什么地方看 你家来客人了 如果他不停地向窗外去看的话 就是他想要走了 他这里在警察说出自己车牌之后 看向高速公路可能就是想要离开这里 也有可能是看朋友怎么还不来 总之他不想跟这个警察打交道 是只有这一旁吗 是 是 看看这一旁 这一旁是OK的 哦 就是这一旁 你没有一旁在那里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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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 噢 噢 我的天啊 我走了 好快你走了 轻轻? 轻轻 刚才女警已经跟总台汇报过这个车的车牌了 明显这个女警一定是带着耳机的 所以总台怎么回复她我们是听不到的 但是女警刚才的这句话明显是暴露她的意图了 因为她刚才告诉华人女生说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去弄个轮胎 然后他们就可以过来帮你去修好 然后你就可以去走了 这话吧过于友善了 警察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的好心 去帮你打那么多电话去联系人 修车又换轮胎什么的 我估计这个时候这个女警已经高度怀疑 她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凶案的嫌疑人了 哇这个女警好警觉啊 她一直试图让这个华人女生跟她一起去警车那边 其实一般情况下像是城里面的市警或者陷阱的话 她会要求你去待在自己的车里面 但是有些地方的周警呢 确实会要求你离开车辆 甚至会要求你跟她一起去坐到警车里 当然是坐在前排 而不是那种被逮捕之后坐在后排那种囚犯那种感觉 对于这个女警来说 她现在有点尴尬 因为对方目前没有明显的违法 她又不想很唐突的去搜对方的身世 你要对方去看一下ID啊什么的 但是如果让对方去回到车里去 她又害怕对方的车里有武器 大家别忘了 虽然现在对方感觉看起来是个人畜无害的 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亚洲的一个女生 但是她可是一个枪击杀人的凶杀案的嫌疑人 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女警刻意的想他们一起去警车那里 巴承也是根据这个华人女生 现在身上的衣着去判断 她可能身上没有武器 但是车上有没有就难说了 所以让她去离她的车远一点 越远越安全 另外她问了两遍 你从哪里来 这个华人女生一直没有回应她 这点其实不太正常 会让女警变得非常的警觉 华人女生说了两次 想要拿自己的包 并且说这个话的时候 口气并不是很好 这也无疑会使这个女警紧张一下 因为她肯定是不会让她拿的 女警真的很警觉 很冷静 这是警察问的第三遍了 警察看她不回答 直接自己就强话去回答 看看对方什么反应 华人女生转头看到车牌 知道这个事藏不住了 于是点头 警察现在是在尽量不逮捕 不扣留 也就是不跟对方去发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 尽量的去套她的话 套她的信息 他俩现在的位置是快到阿布奎基市 在i40这条高速公路上面 不管车上挂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车牌 还是刚才交谈的这些内容 都显示出她是从宾夕法尼亚州一路开过来的 从那边开过来 至少也需要28个小时 但这个时候 这个黄山女生说是开了10个小时 警察就算是不知道开过来真的需要多久 但是10个小时肯定是到不了的 警察本来问这个话 目的就是为了套话 去去套信息的 而她撒谎的这个回答 是增加了自己的嫌疑 但是我必须去看看他们有车 10个小时? 不 可能8个小时 9个小时 都10个小时 哦 好的 Luston 2240 Toni Express Drive Refs Backup for State Police SB580 现在是女人的名字 哇 好闲啊 警察本来是戴着耳机的 黄山女生是听不到电台是在说什么的 但是车里面的这个电台是公放的 警察一开门电台上说了什么 她明显是能够听到的 而广播里明显提到什么增援啊 警察现在跟女性嫌疑人啊等等在一起的这些话 哇 这个女警好冷静啊 若无其事就不动声色的就爬进车里面去拿手机 而这个黄山女生吧 一是感觉她的英文可能并不是特别好 对于电台上说的东西 她可能本来也听不懂 二是她从刚才就一直看向高速公路 她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边 哇 好险 希望她没有听到电台说什么 哇 这里直接提到了是纽约的凶杀嫌犯 而这个黄山女生突然间转过头来盯着警察看 好像还有您过来吗 我再再次来 你在这里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二十分钟 你成为二十分钟吗 二十分钟 然后您在这里一段时间 不 我们现在过去一段时间 Ukrain 一段时间 八张 他一开始自己说自己已经在这待了一个小时了 现在又变成15分钟20分钟了 玩意女生这个时候是一手撑着腰 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根据手的高度显示出来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是手撑在胯上 胯在人体这个区域中是最粗的 它给手和胳膊提供了一个支点 可以帮助你去支撑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动作有些时候是显示出对方现在很疲惫 他需要休息 但是更为常见的 同样是因为胯部非常的粗 手撑在这个地方会增加人体的表面 显得人比较大比较壮 所以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进攻型的动作 为了增加自己的气势 我就曾经在老家乡下看到两个中年妇女 就撑着这个胯部吵架吵了很长时间 相信很多人也见到过类似的场景 而这个华人女孩子现在手放的位置 实际上是腰上来一点的这个位置 是人体这个区域中最细的一个部分 同时其实也是人体最脆弱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只有腰椎这一根骨头 手如果撑在这里显示出来的信息是简相反的 表现出来对方是在自我的防卫是一个防守的动作 是害怕是心虚的表现 我必须要继续叫人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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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注意女警跟她打电话的对象是NMSM NMSP ALP DISP 这个肯定是New Mexico State Albuquerque Dispatch 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市警务派遣中心 女警如果拿电台跟总台汇报 她引起对方的怀疑 于是借口打电话 帮她找修车的 拿自己的手机打给总台 哇 这女警这是要当着凶杀案嫌疑人的面 打电话给警务中心啊 双方的距离这么的近 她能说到什么 对方全都可以听到 她是凶杀案的嫌疑人 她能做出什么事根本就不好说 如果说错话的话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哇这个电话不好打 她打算怎么去通知对方呢 好 我只想问一下 我只是想问一下 你可了吗 有免费休号吗 然后 我虽然这样 我看如果他们那个事本来处理 你知道吗 Hello Hello No I'm out here with a Stranded Motorist With that 28 I gave you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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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t the 191 I40 I40 westbound at the 191 Alright they're gonna look to see They're checking if you have they have any spare tires For you so they could come fix it Yes I don't know what Pony Express No it's out here at the 191 Yep They're checking right now What wa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Wan Wan W-A-N-G Oh W-A-N-G I'm Selena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ello They're checking right now to see if they got any tires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They're right here in this next town right here Okay They're coming here? They're coming here If they have one They're coming here one hour? No not one hour Less than one hour 30 minutes Yeah Because it's just right here in the next town They're checking Wow在这个节骨眼上又进来了一个电话 女警刚才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一个警长的 八成的这个警长是他的上级 这个时候这警长回电话过来了女警还打算接起来 所以我们留意刚才这个华人女生是一直看向远方的她自己的车的 她为什么会看向自己远方的车 应该是在想跟她的车有关系的东西 那么跟车有关系的能是什么 她现在的车已经动不了了 那八成就是想要到车里去拿什么东西 而且我们注意对面的这个华人女生已经半天身体没有动过了 眼睛一直在看着警察 前日出她这会儿在注意的去观察面前的这个警察 双手放在身后呢 也显示出来她有东西想要隐藏 八成已经对这个警察产生怀疑了 现在脑子里面正在构思下一步的方案 嫌犯会不会突然间干出什么令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Hello? Hello? Yeah Yeah No Okay All right All right Bye They're going to call me back So I get the car Are you cold? Okay Hold on Just wait for a minute Is it cold? Aren't you from Pennsylvania? 华人女生跟她动作很大的抱着自己 肩膀松起来 其实最后给警察表现她现在很冷 这里问警察可不可以去车那边 法拉圣凶案的武器是一支枪 如果她是那个嫌犯的话 那这个枪不在她的身上就在她的车里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听到旁边有警车的声音了 女警只要在拖一下下增援的警察就要到了 It's not cold there? Oh no It's warm? It's warm too Oh it's both places it's cold? Yeah Yeah Can I take the clothes? Huh? I go to the car and take the clothes Oh you need clothes from there? Okay hold on What did you need from there? What? What did you need from there? What do you need? What? What do you need from there? Cold Oh It's cold Okay All right Well just hold on okay? Right right here Right right here I don't know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s in your car Hold on You just need a sweater? Yeah Okay is it in the front or the back? Yeah Let me see Hold on Hold on You can open Okay well I don't know what's in there I just got to make sure there's no one else or anything else in there You can open it Okay Just for right now let me see if your hands Let me see your hand Why? So I'm going to just detain you for a little bit until I figure out what's in your car What? Let me see what's in your car and then I'll get you your jacket Okay okay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What the mean? Why? Huh? Because I'm going to see what's in your car What? What you... Huh? Why you cut me? No, I'm going to just detain you for a little bit to get your sweater Yeah but... Why you cut me? What? Why you cut me? Because I'm going to get your sweater Hold on, I'll get your sweater Just hold on What the mean? Hold on, hold o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Hold on Oh my God See what's in your car Ow You're not going to get back You can see it Okay You can see it, hold on Okay You can see it Turn around Okay Turn around Oh my God Okay, hold on I'm tired Stop right there Stop right there Help me Hold on Help me What happened? Stop moving Stop moving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Turn around Oh my God Stop, get on your belly Get on your belly Stop Stop I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 Stop What happened? Tell me Stop I don't know you I don't know you either Stop moving But what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You're moving around I know Stop moving You put me out Stop Okay Put me out No, I'm not getting you out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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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Stop Oh my God Oh Stop Stop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back Put it behind your back Put it behind your back Stop What happened? 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back Thank you What happened? Stop Stop Now I'm going to check you for weapons Stop moving Stop moving Who are you? He's helping me because you kept moving Who are you? I'm helping the cop Stop Stop Get up Get up Get up Yeah, I appreciate you Come on, roll her underneath There you go Stay right there Stop moving Why were you trying to get in the car? I told you not to get in the car You're off Come on 我可以坐在这里 我可以坐在这里 来吧 你去看什么 他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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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吗 她是 她是 你好吗 是的 I know I heard Just for a second Sit in there okay Take off your shoe S Bret your feet Take off your shoe Take off your shoe I appreciate you Are you okay Yeah When I was coming down the road And I looked over And I saw you wrestling with her I hit the shoulder and backed up And ran over here to help you I appreciate you I-I spent I got you I told you not to get in the car You kept on trying to get into it That's why I put you on the ground That's why I was laying on you I didn't check up talking to you You have a bra on? You're just gonna wait here okay? No dude it's not good I heard you guys running cold that way I was like okay I know they're close Yeah they sent us to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Yeah at an address And then they're like I should just cut across And then she was like I need to get my sweater And I was lik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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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s soon as that first handcuff went on Ah原来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总台把他的位置搞错了 所以增援的警察才用了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赶到 这个事情一出 可以说是轰动纽约整个的华人社区 因为被逮捕的这个邓海燕 是纽约风月场所的红牌 虽然说今年已经31岁了 但是因为很会收拾打扮 据说在纽约是非常红的 他在法拉盛和大学点的夜总会里面上班 后来还去了KTV里面去做妈咪 人称邓小宝 被害的贾斯汀是一名26岁的富二代 他其实已经结婚了 老婆呢是墨西哥人 而且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据传邓海燕男友众多 贾斯汀呢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两个后来因为情感和经济上的一些纠纷产生矛盾 邓海燕被捕的时候 他自己说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两个人的矛盾很有可能也跟这个事情是有关的 从而进一步的激化了 在邓海燕家中 他开枪射杀了贾斯汀 贾斯汀的尸体上据说有多处顿气导致的伤痕 致命的原因是近距离的头部中断 邓海燕在去年底被引渡为纽约 被控二级谋杀罪 二级和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 两项四级非法持有脏物罪 一级入室盗窃罪 三级攻击罪 四级刑事破坏罪 和二级骚扰罪共九项罪名 这个月就是9月28号即将开庭 如果被裁定有罪的话 邓海燕会至少被判25年 也有可能会终身见尽 感谢大家看这个视频 如果这栏键后续有什么反转的话 我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去更新的 好 我是Erik长安万年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